我们来看看利用Hub 怎么样来建立新的房间 你登录之后记得先 注册一个账号 那么进到这个房间之后 我们选择join room 那要不要允许麦克风这个都还ok 进来之后呢我们在右下角这里 你来这边选择 run info and settings 在这边我们就可以去改变我们的场景 那么它里面当然有蛮多的 这个场景你可以选择 那 我想我们如果要比较正式一点的话其实你可以 建一个自己新的 那这个是在我们之前上课里面没有提到的 所以我先跟各位 介绍一下 那如果你要比较属于展场式的 除了可以像这样直接做浏览以外 我们透过gary这个关键字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 比较像是展场设计的场景 那你在使用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如果在缩图的右上角 有这样子的图示 表示这个场景其实它是允许 让你自己复制一份 变成你可以去编辑的这个场景内容 那如果是像这一种 它本身右上角就没有的话 就是你只能 单纯的使用它来做 就是你 自己的房间但是不能 自己用它的场景直接复制后去客制化它 这个部分大家可以要留意一下 那我就先以这个为主 我就按下 这个 复制 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已经进入到 叫做我的场景 这个 选单里面 刚刚是在Future 有特色的这个里面 好那你进来之后呢 像我这边现在就好几个 所以我只要 选择上面这个 就会打开它 内建的这个编辑器 我们按一下 进来之后呢你可以滑鼠滚 滚进去 因为有的它会像这样可能是在 户外的空间那你看一下这个展场 我们就直接滚进去就好了 那你进来之后呢 它的操作方式你可以看一下在左下角这里 在左下角这里 如果你按滑鼠左键 那就是 旋转方向或选择物件 如果是按住滑鼠的中间 中间这个滚轮压下去不放的话 它就是平移我们的画面 所以我们主要用这两个 右键比较没有用到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在这里你看 点到滑鼠左键有没有 这样就是旋转 按滑鼠的中间 中间 按住滑鼠滚轮拖曳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平移 所以我可以像这样往前进往前进 像这样子 所以你就可以像这样我们在 简单先看一下它的场景 那客制化这个场景 我们最大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把一些你比较 比较固定式的 比如说我想要在 这个地板上啦我想要放个图片 做一个引导 或是做一个说明 还是我想在这个上面 我就固定 比如说我有几个 这个 照片啦或者影片我想就是固定放在这个位置那也没有要跟使用者 就是让他自己去调整的 好那我们就可以像这样固定放着 那么 我们现在先来试看看 你可以看到呢在我们的这个 下方这里 他 会有一些所谓的元素 或者说元素那当然跟建筑有关的在这边还有石头啦 还有甚至 外面的图库啦影片 都有 那我们主要会先从这一个 元素这边开始 那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先来找找看喔 看 你也可以把这个画面拉高一点你就可以看到比较多 我们主要会用到的应该就是这几个啦 第一个 你可以在里面放这个所谓的图片 好放图片然后呢 再来 就是你可以放影片 如果你有生命的话也OK 好所以我们其实主要就是会放这三个 那原则上这三个东西都必须要先上传到网络上 都必须先上传到网络上 所以说如果你的影片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先上传到YouTube上 那当然不建议要设为公开 你可以设为就是非公开就可以 图片的话呢 你可以上传到有一个 网络上的那个空间 IMGUR 这样的网站 这个就是 一个 等于说网站上的一个免费 可以 放置图档的一个 空间啦 那这个 你可以选择放到上面去或者你 如果 放其他地方也可以 不过我有试过云端硬碟分享出来的 应该会不行 好 所以这个 图片的部分 可能你自己 稍微留意一下 那我们现在就来试看看喔 现在呢 如果我想要把 现在比如说右手边我们就针对他现有的 你如果不要就直接按下Delete就好了 也就是说你这边你想要 以后自己另外再摆 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变动的 你就可以不见得要摆在这里你可以换 那如果我觉得这个 图档我就固定在这边你点到他之后 你看在下面这里 他就会有他的网址 然后他的缩放大小啦 然后他的名称 这些你都可以改 那以我们现在先来试看看好了 我找到这个 imgur 各位呢你可以自己打一下这个关键字 imgur.com 那么他就可以 像这样 待会呢如果你自己有图片的话 我们就可以透过上传 或你按下Ctrl加V Ctrl加V把他直接贴上去 这样也是OK的 好 现在呢我传了一张 那你传上去之后呢你只要按滑鼠右键 取得他的图片连结 好取得那图片连结OK 这样子我回到刚刚这里来 在这个地方呢我就把它换掉 换成刚刚的连结 他的图就变了 有没有 好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删掉啦 你如果觉得我不要我就只要 我直接想要自己放 我们就点到他 然后呢有没有你就可以自己转 看要放在哪边 那如果你像我这个情形我移到这里来了 但是呢我想要让他旋转过来因为现在是直直直的 怎么办 在左下角这里其实有一个快速键就是旋转 有没有 Q 那我们按一下键盘上的Q 他就会自动转好 就会自动转好那如果你想要放大缩小 你可以在这边 看到 这里 在这个位置 这里是移动 旋转 跟缩放 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调整 这是第1种 第2种呢其实你也可以从这里 你看他的位置 旋转 缩放 所以我现在这个不够大 我就来这个缩放这边改 好 所以我现在呢 从这个地方我把它改成 比如说三倍 因为他预设是等比例的 所以我按下三倍还可以 那没问题 这样就好了 所以呢待会呢 我们就可以把网址 一样把它贴到这边来 这张图片 他就会换成这个比例的 那这个 像这样子 你看像这边这个就是移动 有没有预设的功能 那如果你是 从这边做旋转你就看你是哪一个轴向 如果你是缩放也是一样 等比例缩放就按这个 所以这样子比较视觉化 这样也是OK 好那这里好了我们就可以再看看 像这个有没有 看板上面的 如果你要前进就滑出滚轮前进一下 如果你觉得前进了可是我 这样还看不太清楚 没有关系 在下面这边还有一个叫做F 这个 这就叫Focus 你可以按一下键盘上的F 他会把那个 这个画面 放在那个正中间 就是你会 变成说对焦在那里 再透过滑出滚轮 这样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那这个的话它是一个模型 所以这个字它就没办法放 看有些东西你觉得OK我想要尝试看看的 你就 自己 先 比较固定的 像我刚刚讲的 比较固定的 拿一张 照片啊 图片啊 你希望固定在那里 那不需要跟使用者做太多互动的 那你就可以用我们这个制定场景的方式 把它做好 做好之后呢你可以把它储存起来 档案 储存 把专案储存起来 然后呢 他需要发布 透过这个 发布的动作 他需要把它发布到我们的 这个Hub上面去 所以我按下发布 你可以给他一个名称 那原则上这里 你可以看看你要不要公开 如果你不想要 让人家 直接看到 你就可以把这个关掉 原则上就是说你自己 看得到而已 好 那比如说这个 我就改变一下 好 储存跟发布 那么他会提醒你 这里面呢可能有 比较多的那个材质 那其他的应该都还好 他只是做一个提醒 没有关系你就直接发布就好了 所以我们就按下发布 完成之后我们就先按OK 那你可以直接把这个 就开在你的Hubs里面 那么在我们这里 你只要有做过的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你改过的 其实在那个 我的场景里面 你也可以看到他 OK 所以 这个呢 是我们 利用 他现有的 这个 版本 我们就直接把他场景 改换成 你自己的内容 这样的好处是更有 这个客制化的感觉 不会说你 用他的好像就 比如说像这个字啊就永远都是这个字 跟我们的 这个主题 比较没有太大的相关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在你的场景里面 摆放你的 图片啊或者是影片 你可以使用Place里面 这里呢 你可以放 GIP的图 那你要像我们之前用写字的也可以 或者 你找到3D模型 那在这边我们主要就是透过Upload 把你的 可能是你的图片 这边的话呢你可以看到 他有 支援 包括像这个 3D模型 PNG JPG GIF 甚至MP4 MP3 其实呢PDF也可以叫进来喔 所以你们如果有PDF的档案也可以从这边把他叫进来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试看看 但是你在做之前啊 建议大家 你先 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要放的角度 就是说你要放的位置 先把它对好 比如说我想要放在这边我就先转到这里来 那当然你就搭配键盘上的方向键 跟滑鼠的左右 你先把 你要放的位置 的这个角度先把它尽量放在正面的 那好的之后呢我们再透过 这个 载入的动作 来把它 就是 图片 或者是档案把它叫进来 比如说我在这边 我去找了 一个PDF档 那我把它放进来 这样子你位置会比较好对 那我们想要 把它做这个 平移的时候你可以像这样移动 这没有问题 那如果你想要做缩放的话 就是 搭配我们的 这个 滑鼠的滚轮 你按左键先按住那个物件 再加上滑鼠滚轮往前往后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我先滑鼠左键按住 加上滚轮 往前就是缩小 往后就是放大 好所以把往后往后缩小一点 好那我要移动的我就来 移过来 放到这边 那你可以自己再调整看看 那么如果说你是要 做一些角度上的旋转 我们就可以搭配 这个 空白键 在物件上按住空白键 那你看这个旋转 所以我再滑到这上面 按住空白键 它的快速选单 就会跳出来 那你如果要做一点的微调 你可以像这样 做一点点 那当然按住shift的话 它可以调的 会更细 如果你没有按 加按shift 它就是一次有点 像磁铁这样 会稍微吸住 所以一次转的角度 比较大一点点 那 如果你确定好了 我就按空白键 就把它pin 就是丁选起来 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比较不用担心 我们在转动的时候 它可能那个位置会跑掉 或不小心动到它 按住空白键 你也可以再取消丁选 这样就可以重新做调整 所以这个就看 当然 如果你角度 调整上 你觉得已经有点乱掉了 我建议你就把它删掉 点到它按右键 把它删掉 重新再叫进来一次 因为有时候角度 跑掉了 就可能歪斜一边 有时候你要调 会比较不好调 那我们就重新再放一次就好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刚看了 是PDF的 那当然图片 也是可以 或像这种3D模型 其实都是OK的 所以你按下这里 那我在这边呢 其实我就可以再找到 其他图档 如果你的图档本身就是透明的 那么叫进来 它也会是透明的 好那一样的我们再练习一下 如果说你有需要 把它缩小就是先滑鼠点到它 搭配滑鼠的滚轮向前 它就是缩小 往后就是放大 好那好了之后我放开 我要移动就是像这样子 那我按下空白键 就可以把它盯圈起来 这样就不怕不小心动到了 所以这个是 你如果利用 你已经做好场景或是变了场景 我可以像这样把我的 不管是影片 还是那个 图片 PDF 都可以这样叫进来 这样应该大家就比较清楚 你要怎么样去摆放你的内容 OK 如果呢你已经摆放 OK了 或暂时你 做到一个阶段 请你就到这个地方 因为它本身并没有一个特别存档的一个位置 所以你找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 这边按一下 你的 这个场景的网址就在这里 你可以把它复制起来 那下次呢 比如说我现在已经做好 先暂时要先离开 我就离开它 那下次呢你把这个网址贴上去 你就可以重新进到这个场景里面 再继续你的编辑 像这样进来 那我们刚刚的这个 资料呢就在这边了 那有时候你会看起来它好像没有对齐 其实并不是 因为 其实你把它转到你原本的 这个角度你会发现其实它是一样的 所以有时候呢你不能只有看一个角度 当然如果你觉得我就是要把它移到后面一点 你还是可以移动它 但是 像我这边我有锁住了 所以我就把它 先解除 那我再移过去 这样也可以 你再把它锁住 这样大概就 可以比较方便呢 各位你去选择 不管你是要直接用别人的 还是把别人的 如果能够复制一份 建立自己的场景那是最好 因为你这样的话呢 我这所有里面的东西我都可以改 那改完了我们再根据 你这个场景 比如说你看我们在这边 前面已经有稍微提过 改变之后 你可以找到我的场景 那我们直接去编辑 这样的话其实是 对于就是你要做客制化是最方便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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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